今天希望把成年 未成年當然是固定的 就那一類 那因為成年的range 比未成年大太多了 18歲以後 所以其實假設我們要劃分 如果我現在有個條件 就是18歲到30歲是青年 因為你們現在是青年 然後31到65歲是壯年 OK 所以我是壯年 65歲以後的話 那就老年 所以把成年再拆分成三個等級 一分成三的話 那應該怎麼改 所以 那首先的話當然第一個 介面的部分要不要改 畫面這邊 畫面編排 這個就介面 其實理論上輸入應該不用改 所以這些應該畫 前面的部分應該不用改 需要改的地方 應該就是只有什麼 後面的程式 所以你可能要切到那個程式設計這邊 那改的方式的話 別人說 因為這邊的話應該未成年 所以小於18 這個地方不用改 要改的話是否則 那否則的部分的話 目前只能放一個 可是你說老師我想要多放幾個 放幾個呢 把它拆成這邊一個 要變成三個的話 那我怎麼改 那我怎麼改 還記得吧 這個好像跟上個禮拜講過的是一樣的 就是 這邊有個齒輪 齒輪的地方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 它會跳出來 那如果說呢 我希望能夠還有其他的判斷式 所以呢 如果其他的話就是 應該怎麼判斷 應該就是說 如果它小於18 然後再否則如果 否則如果的話呢 它是大於18 而且小於等於30 就是我剛剛提到這個 這個range 就是這個range的話 是青年 然後31到65是壯年 剩下來就65 所以其實剩下來的就是老年 所以我們其實主要要增加這兩個條件 也就是說它是大於等於18 而且要小於等於30 OK那是青年 反之就是31到65 那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呢 增加一個邏輯 它還不夠 再一個 所以要兩個 也就是說呢 在原來的邏輯裡面增加兩個 否則如果 OK 那你會發現這邊多出來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可以把它收折回去 再點一下吧 有沒有說收折回去 所以這個還蠻OK的 點兩下它收 點一下 有沒有出來了 OK 那所以呢 多兩個缺口 那這兩個缺口的話 就是再做邏輯判斷 那這個邏輯判斷的話 其實比較簡單的方式 應該是直接拿這個 按右鍵 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放在這裡 不過你會發現 它應該 青年應該是大於等於18 所以大於有沒有帶點 有大於等於 在這裡 大於等於18 欸 還有一個 而且 小於等於30 因為它是 這個區間嘛 這個 18到30 所以喔 如果假設 我要第二個條件的話 那這邊要怎麼做啦 你可以看到應該是 我記得應該邏輯吧 理論上應該是 邏輯 兩個要不要成立 所以兩個都要成立的話 我看一下 這應該是 綠色的 OK 假設你不知道 你可以看一下 綠色部分的話 這邊有個 雨的話就兩個條件 所以喔 記得兩個條件都要成立的話 請你找到 哪一個 與哪一個 所以這邊把它拿過來 先不要放進去 先放旁邊 然後這個先放到前面 再來的話 雨 小於等於30 所以其實也可以拿這個來 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改成叫做 小於 這個大於等於 小於等於30 所以把後面的數字 改成30 然後把它拼到哪裡 拼到這邊 那這什麼意思 就是當這兩個條件 都要為True的時候 那才為True 所以這邊把它拼過來 這樣的話就是青年嘛 所以青年的話一樣拿這個來複製 這個 複製一下 它是顯示為什麼 也是青年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 31 到65 所以喔 這邊的話呢 一樣可以把這邊複製好了 這樣比較 改的比較快 這邊放進過來 然後這邊的話是 應該是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31 有沒有 31開始 這邊 這是30 是青年 這邊的話 小於等於65 那是 撞年 所以按右鍵複製一下 這邊的話是 撞年 OK 所以這邊的話把它改變 放年 好 這樣子的話理論上 已經OK了 城市應該寫完了 不 還有個 這個要改一下 這個叫老年 剩下來的叫老人 老年人 好 那 剛剛的未成年跟成年它有圖 可是這兩個沒圖 所以圖怎麼辦 沒關係 你再從那個 這邊下載好了 所以 假設 這個是什麼圖 這是青年 所以這個拿這個來當青年 所以這邊下載一下 這是青年 02是青年 03是中年 不是中年 應該是壯年 這老年 這個當壯年 叫什麼 長壯老人 長壯老人 它是電動的那個嗎 四輪車嗎 我看路上很多都 騎那個電動 這個不用了 所以這個是把它下載一下 這個老人 然後中年 我看一下這邊 還有03 那分別就是在把02 03 04 下載完之後 那我們把它上傳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 切到畫面編排 把剛剛下載的那兩張圖 應該三張 02 這個是青年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壯年 然後這個的話是老年 老年的話是04 應該是 OK 按確定 那我們有這些圖之後的話 再切回到剛剛的程式設計 然後一樣的方式就是把這邊 設定圖像一的圖為這個 把它複製一下 把它拿到哪裡 拿到青年的下方 有沒有 把它改成 這應該是02吧 然後把這樣按複製 一樣的話 再把它放到它 壯年的下方 壯年的下方 壯年應該03 然後老年應該04 OK 所以 01 02 03 04 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吧 不過這個邏輯已經 算是還蠻複雜的 最複雜的地方 應該是這個地方 什麼魚什麼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哪一個魚 因為 它是 兩個都要為處 才為處 所以這個一定要是魚 不能說貨 OK 那應該OK了 OK之後的話 我們再把它打包一下 打包之後的話 最後再確認 如果OK的話 那表示應該這個就成功了 我看一下 我雲端上面寫的其實 大同小異 不過有一個地方不太一樣 就是這邊有色違權異 這個其實可加可不加 不加也沒有關係 所以其他應該都一樣 就是大於等於18 然後小於等於30 那底下是加上圖檔的 圖檔是 有沒有 加這個圖 01 02 03 應該沒問題 那跑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把它安裝起來 所以這邊把它下載 我是覺得夜神模擬器 這個還蠻OK的 因為這樣蠻方便的 不用 當然你如果要把它 它少在你的手機裡面 那更好 所以這邊的話 輸入2歲好了 按確定 未成年 那輸入20歲 然後再來的話應該是 40歲 應該是狀年 OK 然後再來就是70歲 應該是老年 老年有了 OK 所以 當然啦 你們在練習的時候可以用我的圖 可是之後請你再找別的圖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嗎